在还没有开战之前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关心的事 会不会战 但现在已经全面宣战之后 所有人关心的事会打多久 老师会打多久 就是我们看一开头的条件就很清楚 俄罗斯的条件就是 最早它只有两个条件吧 大概就第一个 你要让这个乌东地区的俄罗斯人 得到该有的一些保障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自治 你不能强迫他们把俄罗斯文弄掉 要求全部都是乌克兰文 大概这一些这是一段 另外一个就是 你乌克兰不应该加入北约 我们当年的默契也是不加入 请你放弃这个想法 如果今天乌克兰还继续这样子 北约也继续制裁 到时候可能俄罗斯的想法又变了说 1990年代末期 你们那些后来加入北约的 你们境内也不能有飞弹对着我了 包括波罗的海的三角国 包括波兰等等 这个是如果你今天乌克兰这边 你不让步 它可能未来要求更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 如果乌克兰让步了 就是西方国家给点压力 它妥协了 那这边它也间接就失去了这一块 就像当年失去克里米亚一样 但是换回一个和平 换回一个它不加入北约 可能就结束了 好 乌克兰让步就是战争结束式 问题是乌克兰会让步吗 现在它的总统已经骑虎难下 真的会让步吗 所以我们回头来谈 在刚刚稍早这一消息 是乌克兰宣布和俄罗斯断交了 同时在刚刚稍早也传出 一度传出 俄罗斯已经拿下基辅 但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这场仗来石秋 会这么轻易的就结束吗 会那么快就拿下基辅吗 乌克兰真的 因为乌克兰过去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它曾经是全世界第三大 核武大国 乌克兰会这么不堪一击吗 阿关 你讲到一个重点 台湾其实从乌克兰 就是一面镜子 大家在问我们 是不是下一个乌克兰 我们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乌克兰 一个曾经是核武第三大国 军工生产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轮到今天这个下场 两句话送给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了解国政治不要多太多数 两句话就够了 你要知道美国在想什么 二楼子在想什么 这两句话就结束了 告诉我们乌克兰的下场 为什么这么凄惨 19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叫大英帝国 他的首相就告诉你答案 French may rise away but the interests endure 没有永远的朋友了 只有永远的利益 Palmer Stone 19世纪做英国首相 做最久的 20世纪全世界最强大的 美国总统最年轻最潇洒的 甘乃迪在古巴飞弹 你讲了一句话 不就是讲给乌克兰听 就讲给台湾听的吗 国家利益比意识形态重要了 才没有什么民主独裁的 你的利益跟我在一起 就是朋友 你的利益跟我在一起 不在一起 你独裁 你杀人如麻 相互拥抱 这两句话 一个是Palmer Stone 大英帝国的首相 19世纪的名字 这是国际现实 今天 阿官 你刚刚不讲了吗 你曾经有这么好的防弹背心 你脱下来了 他是被谁脱下来 当时就是说 你相信美国人会保护你吗 对嘛 老美叫他脱下来 你相信结果你赤身露体的结果 你要当义和团吗 问题是现在老美说 我不会让你出兵 我只是在旁边边界 给你当啦啦队 看起来老美只是做 啦啦队队长而已 他并没有进入乌克兰 并没有真的为他出兵 这就是台湾要注意的 乌克兰会不会成下一个 大家台湾做了一个禁止 他为什么要脱掉 他符合当时俄罗斯的利益 俄罗斯要有国家安全 我不希望在我旁边 有核子武器 他符合美国的利益 各位了解美国的国际政治 一定要了解两件事情 美国有一个 有两个利益团体 比总统还要 权力还要大 一个是犹太人 犹太人掌握了媒体 掌握了华尔街 所以所有人不敢得罪 包括你Joe Biden 包括疯子 狂人 Donald Trump 都不敢得罪以色列 所以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不是美国 是以色列 第二个 美国最大的一个利益团体 叫NRA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是金火商成立 这已经横跨两个世纪 为什么他叫你脱掉 你的核子背心 因为它符合军果商的利益 阿关 你想想看 台湾的黑道有了物质冲锋枪 他不会去拿什么 拿扁钻 不会拿武士刀了 你有了核子武器 你的传统武器 美国的军果商卖不出去了 小胖可以在全世界 遭遥创骗的原因就是 我有核子武器 这个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他有了物质冲锋枪 他就不要扁钻 也不要武士刀了 今天如果乌克兰有了核子武器 当时它是全世界第三大 如果今天缺钱 流到一部分到叙利亚 流到一部分到伊朗 我请问你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谁还去买你什么装甲车 战斗车什么既得舰 所以军火商掌握到了美国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不下场不屑是如此吗 蒋经国死之前一个礼拜 我们发展了将近20年的核子武器 我们还是美国的盟邦 美国CIA的张献夷不是一下子 叛逃 我们的张献夷叛逃了 中山科学院已经占了 少将缺的副院长 告诉美国人 我们在发展核子武器 结果美国用最粗暴的方式 把你所有核子设施全部拆毁 为什么 你有了核子武器 今天台湾还会怀而编 81美金买船头武器吗 所以当时你要了解 那符合你乌克兰的短期利益 你完全不符合你长期利益 在这种情况 乌克兰又犯了第二个 非常低级的错误 他竟然相信白纸黑字的 所谓不达佩斯协议 白纸黑字的不达佩斯协议 国际协议不用相信吗 不能相信吗 这就是台湾既得清清楚楚 20世纪有三个协议 都造成血流成河 乌克兰你就是一个 最大的被害者 还记不记得1939年 乌克兰的前老板 苏联 乌克兰是以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跟希特勒两个相互拥抱 史达林签了德苏 互不侵犯条约 两年之后 希特勒发现你史达林 大量整数的结果 国力衰弱了 协议师打进去了 基辅上一次被占领的时候 80年前被希特勒占领的 希特勒在基辅占领了三年 从1941年的9月 一直占领到1944年 全世界二十大在死亡人数最多的 死伤比例最高的是托兰 你知道死亡人数最多在哪里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那是他不是一个国家 德苏两个大战争的国家里面 他们总共死了两千五百万人 半数死在乌克兰这个战场 你都不从历史上看到一点教训 所以黑格尔这个德国哲学家 讲的话真有道理 人类唯一从历史所学到的教训 就是从来不寄取任何教训 德苏友好同盟 但是条纹签两年不到 希特勒看你变别山了 我就宰过去了 当时的乌克兰就是人间的地域 乌克兰这个战场 在当时德苏里面 至少死超过一千万人 第二个 当时史达林怕同时面对两个作战 他跟日本也签了一个 日苏互不侵换条约 结果不是只有股市才有图因集团 很多国家是图因集团 俄罗斯发现 当时的苏联发现 日本两个原子弹要投降了 我在你投降前两天 我把你消息断下来 我侵入你东北 现在的北方四岛那是打进去的 什么日苏互不侵换条约 撕掉了 因为你要投降了 你投降我不能打你了 我先投降前两天 我杀进去了 中华民国也当过冤大头 我们在1945年的8月14号 也就是日本投降 我们跟苏联史达林 也签了一个叫做 中书友好同盟条约 你保障我 第一个帮我打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我大连旅税跟你免费用30年 然后我让外蒙古独立 等到你完了之后 对不起 人家不认账 中书友好同盟条约 是我们蒋介石被人家骗了一次 所以历史上的条约 这还不是所谓的 他们签的布达协士备忘录 你这三个20世纪大战 最悲惨的历史 你都不继续教训 你就相请个布达协士备忘录 把你身上的防弹背心就脱掉了 台湾为什么要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很多财经专家 台湾最重要的万里长城 是富国神山台积电 我们跟乌克兰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有台积电 两年后 台积电架 亚勒桑那设的厂生产 我们的工程师去了 在日本也生产了 你的万里长城自己把它拆掉了 我请问你跟乌克兰有什么差别 台湾最大的一个猪头在哪里 第一岛链 我们这里有国际问题专家 什么叫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也是军火商制造出来的 有了ICBM 有洲际飞弹之后 没有第一岛链 1970年代老共有第一岛链 你什么都没有 人家有了洲际飞弹之后 哪来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是军火商告诉你 你要买武器叫第一岛链 就跟现在台 你看美国天天有川普的支持者 去骂拜登就说什么 因为民主党是以药商为主 你们这些什么COVID-19 第一剂打完第二剂 第二剂打完第三剂 第三剂打完第四剂 最后还有口服剂 你们是A钱嘛 所以第一岛链 不要迷信什么叫第一岛链 永远记得你的国家利益 跟那个美国老大哥重叠 你就是朋友 你就永远长存 不重叠 你就是Twin集团的下一个目标 你就是弃子 棋子就变成弃子 你想当他儿子他都不认你 好 所以这次如果乌克兰 很轻易的就被俄罗斯给拿下 而美国没有做任何动作的话 我想全世界 谁会从中得到经验呢 伊朗和金小胖吗 那我还听你的话什么去核化吗 看看乌克兰的下场 去核化的下场 老美说要保护他保护了吗 所以现在 自己关心乌克兰局势 当然全世界都在关心 但金小胖和伊朗的心情一定是 我来看看乌克兰的下场是什么